有自己的人要多一点 那么其实本来针对疫情的话 我们最需要是专业知识 最需要是专业方案 最需要现在就是解决 或者所有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方案 你让专家拿意见 那个前提就是要准确的掌握疫情 但是在这方面呢 他不去做特别多的这种部署 而且不让专家有一定比这种参与 所以我觉得这个组呢 他基本上是很难完成 就是党中央交给他的光荣使命 就是我的那个学长也罢 是同学也罢呢 他其实呢现在是勉为其难 那么这个刚才呢 金硕明先生讲到说 国务院总理呢 不愿意背黑光不愿去 我是觉得呢 这个其实从温家宝到李克强 还有到朱镕基 应该说这种心理呢 他们比较少 就是说我一直觉得呢 就是他们写这个像 比如像李克强啊 他想去呢 他不能去 为什么 习何心没去 因为谁都知道 这时候去 实际上是非常得人心的 那你等于就是扇了习近平一大耳瓜子 除非你去呢 你就是敲敲去 不报道 那么在 所以我在讲说 这个会议呢 其实是个政治会议 它不是一个对疫情的会议 或者呢 他你看他把外交部啊 公安部啊什么 都搞 还有这个宣传部搞进来 还是为了做好这件事情的公共关系 这个公共关系 是对内怎么能够进一步的欺骗 不要让这件事情的发展呢 影响党中央的形象 影响习近平的形象 这下我就看那国内媒体又开始 什么叫什么习总书记 什么什么淡定放大招 连放几个什么大招 什么这种词 就是煽情的词又出来了 那这些东西 我们都在汶川地震呢 还有在这个SARS那都见到过 就是把一个丧事 一个国丧给办成了一个国家的一个大喜事 开成喜宴了 像这些 这个都是我们过去在这见过 那这次习近平呢 他在上海之初手 他是对这些 对他表现出深恶痛绝 他说反腐也罢 建立独裁也罢 都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但这一次的活动 在处理这个疫情的这次军事呢 充分的表现出 他比以前的历任领导都更厉害 那么至少你像SARS呢 像汶川地震 国务院总理都是可以在第一时间 他知道第一时间要赶出现场 但这次呢 他就这次国务院总理做不到这点 我觉得其实国务院想做这个事 但是呢 是党中央可能带设置了一些禁区 刚才呢 季先生讲到了说 关于这个是不是中国的 这个像国务院中央部门 这个是不是参与了 积极参与了 是不是跟地方要分担一些责任 我个人认为就是根据现在的一些说法 我从外国专家报道看呢 世卫组织是什么时候拿到 它是有不同说法的 那么至少1月7号时候 已经拿到了 关于这个病毒的详细的这种资料 那么在据说第一次被通报这个病情 在12月31号 那通报这个事情 一定是要通过卫生部 它不可能是 这个地方湖北政府去给它通报的 也就是说呢 其实国家专业部门的运作是在运作 但是国家专业部门应该说受到地方部门的干扰 地方部门的干扰可能除了这个党代会之外呢 也有他们这种外行啊 还有老是被习近平 因为一上来就会说要看起意识 核心意识 总是就要提出一个中心任务 就比如说在这段时间 我们的中心任务是什么 要牢牢抓住 不能动摇 不能分心 所以被这样一系列的 这样的一些政治上的部署呢 给压倒了 所以我觉得呢 这次的疫情啊 能够传播这么快 能够没有被这个专业知识 这个能够控制住的话 最主要的 我觉得这个原因就是 中国的官场不正常 还是以政治需要压倒了 专业的运作和专业需要 好 施光 同学你有什么看法 我一直在研究这个通告 这个很有内容 很有内容 一个就是他这个 君涛博士刚才观察到的 只有党政口 没有军口 这个是不正常的 因为现在的这个 这个状态实际上就相当于 各地都在戒严状态 都在戒严状态呢 那你如果军队方面不出人 武警方面也没有 那你这个领导小组 是博奖的 是完全不够用的 掌控局面是不够用的 尽管规格上它也不低 有两个政治局常委 四个政治局委员 三个博物委员 规格上并不低 但是呢 他显然 是从他的那个名字上来讲 他也是 叫做应对 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 疫情工作领导小组 你知道这个贼词越多啊 这个定语越多啊 他的权限 就是越 越明确 越那个什么 越有限 但是实际上 现在面对的是一个 一个全国性的 一个危机蔓延的一个局面 是个指数增长 昨天跟小平 那个夏明坎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有 共同这个感觉 各地都在 地方割据了 都在 事实上在 在这个情况下呢 没有军队 没有武警介入 这个领导小组的 权威性是很值得怀疑的 但是呢 他这个 在这个新华社 这个稿件里头呢 他有一句话 很重要 他说这个 要把这个防疫情防控 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 说各级啊 说这个会议指出 当前正处于疫情防控 关键期 各级党委政府 要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 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会议精神上来 把疫情防控 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 啊那就是党政系统 要把疫情这个事 当最重要的工作来抓 而且那个 呃 常委会是在大年初一开的 这个应该就是 史无前例吧 史无前例 作为共产党的历史来讲 但是呢 能看到呢 就是说 习近平没有 赋予这个小组 这个 最高的权限 一个就是他这个小组呢 要向政治局呃 这个常委会负责 他还不是临时的最高机构啊 没有给这个呃 李克强授权 那在这样的话 当他面对常委会的时候 可能很多事情还是 呃 还是没法做决定啊 需要提交常委会来 实际上就是要向习近平回报啊 那习近平呢 又不是这个组的日常成员 是不是习近平也在学那个邓小平当年啊 邓小平当年那个七个政 这是五个政治局常委开会 但是呢 呃 还有好像有三个练习的吧 一个杨上坤 呃 一个这个 呃 国 啊 国 一个是杨上坤 一个那个那个 万里 是不是还有郭一波呀 他要主持是这个生活会的话 应该有 不是生活会 就是那个 政治局常委会 戒严那个是吧 你说那个戒严那个会议 日常的政治局常委会 日常的 哦 因为我是听 你说参加日常的政治会啊 对 只有一个人 杨上坤 啊 那我现在就纠正一下 因为这个是 我是听那个谁 当时的政治局秘书叫 呃 常委秘书 那个叫什么来着 那个 后来被误传成赵子梁秘书 嗯 那个叫 那那位老先生 啊 不管哪一位先生嘛 我们不能 啊 当时他讲的是两位 就是一个万里 一个杨上坤 有人说还有国一波 那就说 政局常委开会的时候 有五个常委 完了有两位列席的 两位列席的 我听的 我听的讲的就是 一个是万里 一个是梁尚坤 就是他们两个是带着耳朵去 没有表决权 不参加 不参加那个意见 那应该以他的为准呢 完了以后呢 对对那就是以他的为准吧 事后呢 就是他们要向 邓小平做会报 或者会议上讨论了什么 有这两位 他不可能是一位 一位的话 就可能偏听偏信吧 那么 当然还有一位 就是这个 这个政治局秘书啊 后来被误传 叫赵紫阳秘书 这是误传 鲍同啊 鲍同对 鲍同 我亲口听鲍同先生说 亲耳听鲍同先生说的 他说的是两位 两位 而他的身份是 政治局常委会秘书 也不是赵紫阳秘书 那么在这个里头呢 刚才这个 是说到这个蔡奇 大家认为蔡奇 是不是就安插进来的 我倒认为 不需要有这么一个 搅局的人 那因为你丁学祥 就丁学祥足足的够了 丁学祥 这个 这个 黄昆明 这 我想这个 没有人会 这个 先跟 跟徐总书记那儿 而且你这个 还要向常委会负责嘛 所以我认为 那个蔡奇进来 主要是要 保证北京 主要是要保证北京 要 各方面政策 要考虑到北京的需求 而且要北京 有发言权 因为这个疫情 本身的严重性 我不相信 这个地方 蛮暴脑 中央不知道 这个 这个说法 因为 各地的新华社系统 就是监控系统 就是东厂西厂 对不对 而且还有各种情报系统 中央不可能不知道 不可能不知道 一些真实的情况 他们是得到 他们要想得到的话 这是最高密集的东西 信息是最综合的 他们能够得到的 那么现在这个小组呢 我看出来呢 尽管他说这个 是最重要工作 但是显然 我认为是有两线的 第一 这个小组是第一线 第一线的这个工作领导小组 应该是 把这话挑明了 是党政机关 防疫工作是党政机关 目前最重要的工作 那其他工作都要放下 包括这个 说春节要延期 什么的 春假要延期 第二线肯定还是在习近平那 那么习近平那 在他的这个 我把它如果说叫做二线 或者叫内部领导小组的话 会不会还包含军队系统 军队系统 情治系统 会不会有个二线在 我是 我认为客观上一定存在一个 这个系统 中纪委 啊 中纪委 中纪委 我客观 对啊 我认为客观一定存在二线 但是会不会有这么一个 成立了一个秘密的这个 二 这个内部小组 我是不知道 但是应该有这个工作机制 而且这个工作机制应该也启动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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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